阿嬤生病过后 这就荒废了一段时间 杂草长得真的比人还要高 尤其是说 这边走路都非常困难 从三月份就一直到这边 都没有在整理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帮阿嬤整理 把菜种回去 那给你扫地 你把这边的树叶 有的扫一扫 我把他扫到一堆 等一下我再用袋子把它装起来 我帮你 你会进去那里那一间嘛 对不对 他现在要帮你把那边的草割掉 你比较好走 对啊 因为很好 冬年都会来帮我扔杀 不然我没有材料整理了 两支架不 不拦好走路 这边 这支 然后这支好 炒开了 丢进了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把阿嬤整理环境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 那你们要特别小心什么 人家安全 有没有汗水啊 有 有上厕所吗 有 阿嬤要动这边 帮你拿着斜子 还可以 好 到前就可以 直接把他推倒就可以了 在帮你的天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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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哦 好 那你自己要小心哦 好 爷爷在三四年前就离开了 那离开过后 阿嬤就会说 觉得这个地方要好好地把它照顾好来 天上的爷爷看到了 至少知道阿嬤最近是过得不错的 紫香這整個拿出來拆好 等一下有水的都倒這裡 衣服放進去 一件一件放 來鐵罐把它捏扁 水加滿它就會轉 塑膠的全部丟進來 對 把它蓋起來吧 好 其實我們要去服務老人家之前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完整的規劃訓練 他們真的還滿努力的在學習的 因為他們的發育就是要照顧老人家 可以幫老人家沾沾的衣服洗乾淨 我很開心 整理好 好 放下去 好 要看那個縫合的有沒有破掉 這邊 好 很好 開始黏 對 然後要黏到兩個中間 中間 很棒 你做得非常棒 其實我的小孩也是一個身心障礙者 所以我很能夠體會把它當成自己的孩子 在顧這樣子 白色的那一條朝我們這邊 朝外面 好 很棒喔 老師教你都有記起來了 一直拆壞掉 寫好久都寫不壞 天天一直練習練到會裡 最早在訓練他們的時候 一箱可能要包30分鐘 半個小時以上 有可能一包擺錯了 全部都拆掉重包 最長的時間來講 我們訓練了快一年 疫情的期間 有很多的一些小吃攤啊 那些他們都停業了嘛 還有一些公司行號都分流了 所以他們叫的衛生紙的需求量都變小 我們的衛生紙下降了差不多七成左右 你只要買我們的衛生紙 我們就資助一塊錢到賭居長輩家去做清潔 行善這一部分 其實是不能因為疫情而打折的 所以我們就是持續的在服務的賭居長輩這樣子 過了一點 手要去挖一個洞 太近了大人會摸到 阿婆 這樣可以 可以啊 這樣可以 阿婆謝謝 40天啊 40天了 可以休息 嗯 有一個新的機台 對啊 就非常的好 就像這樣 好 非常的快 乾了